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P2P的文件处理 我们来看一下文件处理包括哪些内容 好 我们在这块建一个课件 起名万件P2P 好 用注释方式 看一下 P2P的文件处理 包括大体上包含三部分内容 一个是 应该这叫做文件系统处理 一种的是文件的处理 一种是目录的处理 还有一种文件上传和下载 大体上包含这么三部分 而这个文件处理目录处理呢 还可以详细的分很多部分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文件系统处理的作用 我们为什么要用到文件处理 和我们编程 P2P编程序有什么关系 首先第一点 所有的项目 基本上都离不开 看一下啊 都离不开文件处理 你不管做大项目小项目 都得有文件处理的身影 那他用来干什么 比如说 如果我想把数据长时间保存起来 你生命一个变量 你看啊 假如是生命一个变量 整形等于100 那这样的变量呢 是保存在运行的时候 保存到内存中的 那当常运行结束呢 这个变量也就跟着释放了 如果想把这个变量长时间保存 只有两种情况 要么保存到文件里边 要么保存到数据库里边 所以呢 我们第二点 可以用文件 长时间 保存 数据 保存在数据 就是保存到硬盘的文件中 那当然了 如果硬盘不坏的话 可以一直保存着 当然 如果用文件处理 就是用来保存 保存数据的话 当然咱们通常使用的是数据库 因为现在在所有的网站都是基于数据库的 所以呢 用文件长时间保存数据并不多 那么 那咱们用文件干嘛 那很多地方都会用到文件 比如说 你在写一个网站的时候 你建立缓存 我只指一个部分例子了 建立 缓存 对吧 呃 或者是你文章 呃 比如说做小偷程序啊 或者是其他的把别的数据文章拿过来 等等等等都需要文件处理 所以呢 文件操作 应该说服务器中的文件 操作也是咱们经常会处理的一件事情 所以并不是说咱们学文件处理 就是为了用文件长时间保存数据 并不是这样的 经常咱们会用到一些文件操作的东西 这些东西呢 咱们就会呃 在课程中详细介绍什么样的东西需要文件操作 然后咱们在 这几章中 咱们会详细的讲一些关于文件操作的内容 向大家介绍文件处理 来看一下 文件处理 还有目录处理 还有目录处理 其实分两部分 这两个其实都叫做文件系统 只不过咱们把它分一下文件文件的处理方式 目录有目录处理方式 分成两部分而已 那那咱们把手册打开 你看一下 找一下文件处理部分 你看文件系统 所有的文件处理都不用你自己写 他这里边都给我们提供了详细的函数 你看一下 有这么多函数 这是文件处理的函数 当然我们还有什么 目录处理的函数 你看一下 还有这么多目录处理函数 所以呢 根据他这么多函数 咱们可以把功能载细分 细分成多个部分 就比如说文件处理 那么我们可以把文件分成哪几部分呢 比如说 文件的类型 怎么用系统获取 用系统那些函数 获取各种文件类型 还有 文件的 啊 属性获取 啊 当然文件属性就比如说你右键 呃 操作属性一样 能看到文件的属性 还有比如说 啊 获取文件 嗯 和 文件 位置 也就目录相关的 函数 也就是咱把这些函数 细分一下 分成几个部分 然后 呃 和目录相相关的几个函数 咱们都会一一 哦 去处理 那最重要的用文件就什么 文件的 打开 呃 文件中 文件中 写 数据 读写 就是用文件长时间保存数据经常用到的读写的操作 这是咱们呃 也是文件处理操作最多的 呃 操作最多的内容 还有比如说 呃 除了读写 那么文件还有什么 在文件内部 文件内部 移动 指针 这个目的是干嘛呢 在文件内部移动指针 主要目的就是读取文件中指定的位置的数据 你要是想读取内容 一般能是全读取的 那假如说文件 我就读取中间某几个字符 那么就可以用指针移动到什么地方 咱们读取什么地方 还有 为了防止呃 同时写同时读的问题 还有关于文件的锁定的一些机制 一些机制的处理 这就是呃文件操作 也就是咱们在手册里边 会看到的把这些函数 呃 把这些函数 划分成几部分 当然还有 没划分完的 比如第七个 呃 文件的 操作 那这里边整体都是文件操作 文件操作都有什么呢 比如说 这第七部分 咱可以把它呃 放到 这吧 这是第四部分 这是第五部分 第六部分 第七部分 包括 创建文件 删除文件 呃 比如说 移动 文件 移动文件 创建文件 删除文件 等等 这些操作 当然了 文件的操作 你就想象一下 你能用鼠标和键盘完成的文件操作 咱们用程序都可以 只不过你用鼠标键盘完成的是现在你客户端本机上的文件 而咱们用peerp处理呢 是处理远程服务器上的文件 比如说服务器在美国呢 我用网页浏览器 我就可以操作服务器上的文件 也可以比如说 创建文件 给文件重命名 你看呀 然后 像文件里边写内容 然后保存 关闭 看一下 还可以重命名 看一下 然后还可以查看它的属性 看呀 能看到这么多属性 然后还可以把它移动到其他位置 总之你能用鼠标键盘完成的 我都能用程序完成 比如我再删除 刚才咱们写的这些动作 我都可以用程序去一一将它完成 这就是 呃文件的操作 那目录的操作又分为什么呢 当然目录操作主要是 第一点 目录的 目录的 便利 然后啊 目录的 创建 目录的 删除 目录的 复制 也就是 便利 创建 删除 复制 这些呢 如果是对于文件来说 对于文件来说呢 都有相应的函数 而目录处理呢 没有这些函数 都需要自己写的 当然了 我这里边还有 呃 比如说统计目录大小 呃 统计 目录大小 等等 这么多函数 然后文件的上传下载呢 那当然就分为 上传 是一部分 如何下载 就分这两部分就可以了 然后呢 咱们会专门写一个上传类 下载呢 就很简单了 这里边咱们只是简单介绍就行 就行 所以呢 就将这些系统函数 分成了这么几部分 所以呢 一部分一部分 将其搞定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看一下 文件的类型 这里边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 呃 一个 重要的信息 所有的文件处理 刚才刚说了 所有的文件处理 不包括 包括目录和文件 这两部分 都是使用 系统 函数 完成的 都是使用系统函数来完成的 就是 PAP给我们提供的 刚才看手车也能看到了那么多 但是呢 PAP对文件系统操作呢 是基于Linux系统为模型的 第二个是 是基于 Linux Linux 我Linux 这个系统为 模型的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 呃 这些函数 都是在Linux 下面使用是完全没问题的 但是在Windows 使用的 绝大部分也没问题 但是有一些呢 是用不了的 因为像 PAP也好 MySQL Alpa 最开始开发 都是在Linux 和Linux上开发的 后期一直到Windows上去的 所以呢 文件系统的函数 都是以Linux为模型的 也就是咱们做完项目 最终要放到Linux 操作系统上 那在上面使用的是 一点问题没有的 但是在Windows上 呃 有些函数呢 是呃 不太好使的 因为 这些函数呢 呃 跟U那个词上面的 上要命令都很相似 但是呢 在Windows中呢 并没有提供 呃 提供 这样的 呃 用内式文件系统的 一些特性 所以呢 有一些PAP文件处理函数呢 不能在Windows的 服务器上使用 但是绝大多数的功能 还是兼容的 另外呢 咱们这一部分 对文件的读写操作 与西语言中的文件 读写操作是相同的 如果呢 你曾经通过西语言 来或者是通过 呃 用那个词的 笑 脚本程序 来写过文件处理 那么你对 PAP这种文件处理方式呢 那你肯定就不陌生 那我来看一下 就知道是基于另一种模型的 所以有些 有的时候你在问他 要做实验 有的时候就问了 为什么呃 不太好使啊 这个函数 因为你要是用另一个操作系统 那就耗使了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呃 文件系统类型 当前面是刚说过 PAP呢 是以 另一个死为模型的 因此呢 在问道系统中呢 我们只能获取到 你看 你只能如果获取文件类型的话 只能获得 呃 只能获取 比如说是file类型 还是 DR类型 那这两个类型 如果获取不到呢 那就什么类型啊 那就是安 嗯 安诺类型 就是不知道的类型 也就是只有第三种类型 这是呃 在windows下 而在lindex下呢 在lindex或者在unix下 在unix下呢 我们可以获取类型有这么几个 呃 比如说block 块类型的 X类型的 DR类型的 滚道类型的 还有file类型的 还有link类型的 还有 他七种类型 所以这就是 呃 咱们说windows和lindex 不同为模型的一些 呃 不同的地方 所以呢 你在windows下 你想获取到块类型 或者字符类型 那你很难做到了 你只能获取到自己类型 那这七种类型都是什么呢 咱们看一下 比如说 呃 block 这几种类型啊 b l o c k 如果你熟悉另一个词的话 你肯定知道 这叫做 块设备文件 块设备文件 那什么是块设备文件呢 比如说 呃 某个磁盘飞区 呃 磁盘 分区 比如说 C盘 D盘 都是一块的 磁盘分区 还有什么 呃 比如说 软区啊 光区啊 就是cd room 等 这也是块 就是存储的设备 就是块文件 分区也是软区光区 单独的一个分区就是 那windows加获取不到 假如windows 获取C盘 那C盘也是一个分区啊 那他是当一个目录处理 对吧 他获取的是目录类型 X类型 这个X类型的是字符设备 是指 比如说输出过程中 以字符为单位进行传输的设备 是字符设备 比如说在io中 io就指的输入输出 在输入输出中 以字符为单位的 为单位的 为单位的设备 比如说 呃 键盘打印机 呃 键盘 打印机等 这样的设备 都是输出输出的设备 键盘也是打印机 都是以单个字符 为单位的 这就是啊 字符设备 那dr呢 那就不用说了 就是什么 就是啊 目录类型 目录也是文件的是一种 你记住啊 目录也是文件的一种 在另一下边 在另一个操作系统下边 部分文件和目录都统统是文件 只是类型不同 一个是常规的 一个是目录类型 是这样区分的 那么 大家看一下 这个 这是命名管道 常用于呢 将信息从一个进程 传递到另外一个进程 比如说信息从一个程序 传到另外一个程序中 一个信息的一个管道 那这个呢 咱也是啊 不常操作的了 那file呢 这也不用说了 就是啊 普通的文件类型 比如说文本文件呢 或者可支援文件呢 这个link呢 也很容易理解 就是啊 链接文件 那在相当于window下边的 啊 快捷方式 就是这是符号链接 有window中的快捷方式 跟的是类似的 当然在另一下边 专门有啊 图片链接 使用一条命令 ln-s链接的两个文件 这样的一个类型 当然如果获取不到 这个类型 那就是未知类型 那文件呢 就分为这么多类型 这是在另一下边的 在window下 你只要考虑文件目录 其实咱不管在window 另一下边 常操作的就是文件 和目录两种 其他的呢 咱们可以 啊 不不怎么用去考虑 那在pb中呢 可以使用什么函数 去获取类型的 咱们找一下 这么多函数中 哪个函数可以获取到 是什么类型的 你看啊 这是目录名 文件 找一下 嗯 这样的 获取文件的类型 看这就可以 看一下 获取到这么多 传一个目录名 也就传一个文件名 或者目录名 就知道它是什么类型的了 你看这是在另一下边的操作 一提下pastrode是一个文件 一提是一个目录 但是windows咱们也可以这么做 比如说 用到的函数是这个 file typ里边 传一个 目录 或 文件名 就可以了 很容易 有着 有着 我在这 做一个实验 你看 直接输出 啊 file 文件 typ 类型 你看 假如说我直接输出 啊 当前文件下 我这块做两个 一个当前目录下 我做一个 啊 哈喽的目录 然后我当前目录下 我再建一个文件 diam 点 tst 你看一下 然后在成绩里边 比如说 哈喽 换一下行 输出 你看什么类型的 然后再输出 类型 比如说 diam 点 tst 好 访问一下 这个文件 嗯 是 吸收 peer p 下面的 叫做 one 点 peer p 好 一个目录 一个文件 就获取到了 很简单就可以 文件目录 那我都说了 我判断这个是不是目录 是不是文件 我是不是这么做呀 你看啊 如果 file typ 类型 判断什么 判断哈喽 你看 等于 dr 那我就可以输出 这是一个目录 否则我就可以输出 这是一个文件 是不是可以这么做呀 你看一下 这是没问题的 我存那个编码我改一下啊 你看 哈喽 这是一个 这写错了 应该是dir 你看这是一个目录是可以做到的 对吧 但是咱们判断是什么文件 咱们通常不是使用这个来做 这个获取到类型是类型的字幕串 通常把这类型保存起来 比如说保存到数据库啊 或者是其他的里边 然后供我们以后 嗯 查看的时候用 要别看到这个字幕串用 判断的东西 咱们通常这里边都有函数 比如说判断什么类型的 咱们系统里边 我记者在最开始的PP记者课 咱们说过 比如说判断是不是数组 A字 这个判断是不是整形 int 判断是不是数损 A字 sting 对吧 判断是不是空 nur 什么类型都可以判断的 对吧 都有这样的函数 而我们判断是什么类型的 也有这些函数 哪些函数呢 你看一下 系统里边都给我们提供了 我们只要找A字开头的 看都在这呢 看到这些没 看一下 判断是不是目录 判断文件是否是可执行 那这些都一起说吧 好 把这几个 他们的操作方式都是一样的 有文件处理 还是的操作都很简单 他们的操作方式呢 都是里边传一个文件名 你看 是不是连接文件 是否是可读 上面判断呢 是否是可 这块是否是上传文件 到那些文件上传会说 这个呢 判断文件是否 呃 是否可写啊 看这个 那这里边我们就可以判断 比如判断是否是目录 那我们就使用哪个 第一个就行 他返回的是目录就返回真 不是目录就返回假 不用这么麻烦 而这个获取类型的是是一个字物串 给别人看的 而判断的东西 咱们就得用这个A子 下方性DR 这都方便的 判断是不是一个目录 你这个看一下 你看这是一个目录 那如果判断的是不是一个文件呢 A子file 判断它是否可写呢 用什么 WRI 呃 WI A BRE 诶 可写 WIIT A BRE 你看 判断它是否可写 你就可以输入这是可写的 这是可读的 这个 那这里边咱们还经常用到的 比如说 呃 是否是文件是否是可执行 如果可执行的话 我们可以用PARP 如果咱有执行权限的话 可以将它执行 这个能到文件上转还会说 所以判断是使用这些 这就是呃 文件类型的相关的函数 判断类型的 那咱看一下文件的属性 看一下呃 文件的属性 属性有哪些 什么叫文件的属性 比如说右键 看到属性了吗 你这里边能看到的 咱们就可以怎么的 咱们就可以在程序里边获取到 比如说文件什么类型啊 对吧 其实刚才咱们获取类型已经看到了 然后呢 文件的位置啊 文件的大小啊 站空间呢 创建的时间呢 修改的时间呢 访问时间呢 这都是属性 文件是否可读啊 所以呢 呃 跟文件操作的属性 比如说 我就直接 不在这里 不在这里一个找了 我就直接写了 比如说文件 呃 e x i s t s 判断文件是否存在的 属性 还有文件 大小 获取文件 这个单位是自己 然后还有是 刚才比如说文件上面用到的文件是否可读啊 文件是否可写啊 其实也是判断 什么 也是判断它的属性的啊 哎 下文件文件是否可写 w r i t e a b r e 这又放到属性函数里边 然后呃文件的创建时间 还有文件的呃修改时间 还有呃文件的呃最后访问时间 这么一些函数 呃再比如说是呃文件的状态 大概这么多吧 你看这些 好 我们用这些文件属性 比如说我写个获取属性的函数 那这个先保存一下 这是第一个 你看获取文件属性的函数 那我就做一个函数 只要一定要函数传一个文件名 我把所有属性都能获取到 那怎么办呢 做一个函数 比如说得到文件的属性的一个函数 只要传一个文件名 那么我在这里边就可以把所有的呃文件属性都给我们输出 所以我在这会儿 比如说get 读取一个 啊 假如说得到filepro 我这里边传一个 传一个刚才咱们看到的 当前目录下 比如说这里边写几个字吧 啊 代目.tst 代目.tst 只要传文件名就行 这自己写的函数 然后比如说在get filepro 存一个 哈喽 一个目录 然后能看下会输出什么属性 那呢 就在这话 呃 写吧 先判断 判断这个存不存在 比如说怎么判断呢 如果传进来这个file name 判断存不存在 使用哪 还是吧 file ex-i-s-t-s 你看啊 不管传的是目录还是文件 如果存在 那就是真 不存在就反归讲 那这是输出 文件 或 目录 谁啊 直接写出来 file name 不存在 那不存在就没有必要往下直接执行了 return 退出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再判断 如果 呃 在判断什么呢 判断的是文件还是一个目录 那使用什么 ase下落线file 你看 用上面判断 也是传这个函数 name 如果是文件 那就输出 呃 这是一个文件 都换一行 因为我直接用输出的 这函数没有实际的意义啊 只是用下这些属性而已 然后判断 如果 ase dr file name 判断这个传进来的文件 输出 这是一个 目录 看一下 如果咱们再继续判断 判断他是不是可读啊 还是可写啊 还是可执行 选哪个 a子 下落线 呃判断他是 是比如说可读 r e a d a b l e 都传一文件名 file name 文件名 然后输出 这个文件 可以啊 读 你看 然后再判断 a子下落线 呃 比如 w r i t a b l e 判断file 输出 这个文件 可以写 那否则就是不可以写呗 如果成立的话 就是可以写 当然在window下边 咱们还是 展示这个 这个操作系统 版本 我还设置不了权限 如果在另一下边 我可以任意改权限 然后去判断 他是可读 可习可执行 比如要再判断 e s e c u t a b l e 判断这个文件 输出 这文件 可以 执行 就是那些可执行的文件 嗯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嗯 再把这个文件的创建时间输出 文件的创建时间 文件的 修改 时间 文件的最后 访问时间 那这时间等等用什么呢 你看一下 时间用 连接吧 用file 创建时间 c time c create 创建嘛 然后文件的修改时间 file m time 还有 比如说 文件的最后访问时间 a time 这些 还有获取文件的大小 这玩意义文件 然后这块输出 目录是不能获取大小的 目录的大小是里边文件相加的大小 就变定变定目录 后边咱有这样的函数 那只有如果是文件的话咱能取出大小 然后再输出 文件的大小为 就是用这个函数size里边直接传这个文件名 你看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 调一下这两个函数 demo和哈老姐这个 看这两个具体函数 如果没写错的话 你看一下 哦 创建时间 少写了一个什么 少 这都少加了文件名 你看 这些函数呢 其实用起的都非常简单 你看 然后 如果不存在 否则的如果存在的话 输出类型 文件的类型 就用刚才咱们讲过那函数 什么 file type 里边加上 file name 你看就把刚才能学过的所有函数都用上了 好 咱反问一下 你看一下 文件的类型是file 第一个 这是一个文件 文件的大小为15个 这文件可以读 这文件可以写 文件的创建时间 访问时间 是目录 这目录也可以读 可以写啊 创建时间 访问时间 那这个时间和大小 里面有单位啊 让他给加上 咱后期呢 会向大家介绍 呃 时间 时间呢 他现在是一个时间优错 也就从1970年 呃 1970年 1月1日 零时零分零秒 到现在的秒数 你看这就是到现在秒数 你要刷新一下 啊 但是这都是 最终时间是固定的了 方式时间 你看呀 咱们用的是这个函数转 d t 你看是格式化一个时间 第二参数是时间优错 咱们获取呢 就是第二时间优错 然后转成什么格式 你这格式一个字幕串 下边通过这可以指定任意时间的格式 对吧 但是呢 我现在得把时区 得改过来 对吧 时区的改过来 那时区的怎么改呢 你看 设置 呃 找着这个吧 因为 咱们后期讲这个的时候呢 会向大家介绍 怎么去改时区啊 先把这个时间 日期和时间 因为现在这个程序呢 是全世界都在不用P2P程序 并不是针对中国写的 所以全世界他不能说 谁用程序他就自动指导时区了 所以呢 他都是用啊标准时区 就是呃零时区 那就是英国伦敦那块 那当时在英国伦敦 正好东边拔个时区 所以当这也叫东八区 所以咱就需要把这个什么 时区给改过来 你看 缺省的时区设置 把他设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呃 或者是亚洲上海才可以 不然的话时区改不过来的 比如说 呃 这块 P2C 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样时区就有了 然后我们用这个date函数 DAT来格式化 把它作为实际速 作为第二参数 第一个参数这块 我们给他变成什么 呃 年用这格式 年 月 日 时 分 秒 一个对应从这时期 转成一个单位 转成这种格式 那这里边三个都转 看一下 你看 都转成年月日 但这块就得是创建时间 呃 访问时间 你看一下 你看 这是现在的时间 2010年 呃 10月11日 几点几分 最后访问时间 创建时间都修改过的时间 这两个创建没修改过 所以时间不一样 最后访问时间都有了 另外这读取大小 默认他就是自己 所以咱也可以做一个单位转换函数 其实后期咱们可以用到 类似于 呃 这样的一个单位转换函数吧 也需要自己写 因为他默认就是自己 当自己写个单位转换函数 这是咱们做成绩读取文件的尺寸 经常用到的一个函数 比如说 呃 得到 呃 用这个吧 用获取文件大小这个吧 嗯 用 得到 文件 呃 尺寸的一个函数 里边只要传一个什么 传一个 字体大小 传一个尺寸吧 然后咱们判断 它是一个什么范围 首先呢 咱需要呃 做两个变量 一个变量呢 是啊 呃 转换后的一个 呃 大小 就返回值 返回的数据值 呃 叫size吧 哎 这个size跟那个 这样咱就做一个单位就行 单位 比如说 默认的单位 咱们就是 呃 byte 自己吗 然后判断 如果这个尺寸 你看 传进这个尺寸 大于 呃 等于 咱们用一个数学函数 pow 2的40次方 你想象2的40次方相当于四个1024相乘 那就是什么 呃 t的单位 如果大于这个 那咱们最大单位 咱们就以t来算 那么 那么 这做一个变量 返回值 呃 这个尺寸 size 咱们就给它重新附上值 这个尺寸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 呃 用这个 尺寸 传进来的尺寸 传进来的尺寸 除以 呃 除以 二的 40次方 或者是1024的四次方 然后除以完咱们小说点保留了两位 r und 将这个除以完它是一个呃 伏点数 小一点保留两位 然后单位 等于 比如说tb 这个字节 那要同样的办法 比如说 否则 如果 看啊 哎 好 简单写几个 比如说 否则如果是二的三十四方 就1024三个四次方形成 三十四方 那这块就是gb 否则这块如果是二的二十四方 除以二的二十四方 然后这块就是照币 然后这块如果是二的十四方 二的十四方 那这块就是kb 再否则 那是什么 就是字节大小了 啊 你看 如果再否则 那这个尺寸 就是不变 然后呢 这个单位 也不变 那这个尺寸 嗯 这样吧 单位等于 byts吧 尺寸也不用变 然后这块直接返回谁啊 返回 尺寸 连接上这个单位 返回 这样的话 你看 假如这个文件大小 在这块 获取的文件储存是字节 我只要通过这个函数 get file size 自己定义这个函数 那他就有单位了 看一下 你看十五个字节 默认十五字节 如果这个文件内容非常多 这文件内容非常多 他会自己判断单位 那我粘贴一下 好保存一下 啊 这数据比较多保存比较慢 好保存了 你看六十四个kb 这都能看到 我这刷新一下 你看六十三点二十八 他往上记了一个 是不是六十四个kb 就能换算出单位来了 嗯 这就是和文件属性操作相关的 一些函数 当然咱们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直接可以看到这个文件状态 这个 比如这个保存一下 嗯 就是三点php 你看一下 还有看到这个状态 这个 那这怎么用呢 比如说 把自己删掉 你看啊 直接使用 这个 传一个文件名 他返回来的是一个数组 然后输出 现在是以原格的输出 你看一下 以原格输出会什么样 哦 stt啊 这没有文件名了 这文件名 刚才咱们是在函数里边 这直接写 哈喽点呃 呆姆点 tst 你看啊 你看这里边数组从零到下边这些 它是一个既索引数组又关联数组是一对应的 那我们看到这些先看下边索引数组你不知道哪个对应哪个 那这里边都有了我们就知道所有的属性用这一个状态咱们都可以看到了 比如说呃 第一位表示什么文件的设备号 第二个 然后呢 这个呢 是文件的IG点 IG点 然后这个呢 是啊 啊 IG点的一种保护模式 也就这个值呢 是确定指派给文件的访问和修改的权限的 然后这个呢 是呃 于该文件关联的应链接的一个数组 然后下边呢 是用户号 组号 这都是管理员的吗 因为咱现在使用管理员执行的 然后这个是设备的类型 设备类型 现在它的尺寸64个吗 然后它的呃 最后访问时间修改时间创建时间 然后它所在的块的大小 当然了 这些元素呢 在window平台上呢 像这俩呢 都是不可用的 所以呢 都是显示的负一 如果在另一项呢 都可以读出来 因为咱们都是基于linis为模型的吗 但类型呢 咱们现在做这两个实验 都是为了什么 啊 比如说 都是为了把属性啊 或者类型啊 读出来 这一行都是为了读出来 或者是判断用的 其实在实际中呢 咱们也可以用 就比如说这个修改文件的时间 那咱就可以怎么的 做缓存呢 比如说 我这样 假如说我想啊 将一个文件 缓存 啊 缓存 10分钟 或者缓存10秒钟吧 咱就别再 别太10分钟了 10秒钟 你看 我在这块 啊 这文件太大了 不用这个 这是刚才的忘了写文件 内容太大了 我 假如说 咱们先简单一个 学一个写文件和 读文件的内容 假如说 我是用file put 西文TNTS 这是写文件 写什么文件呢 比如说缓存 点 PIT的文件 我这里边去写一个数据 写什么数据呢 把当机时间 比如说 你 DT 年 月 就Y啊 年 月 日 时 分 秒 好 默认 这time 就当机时间吗 我不写time 也是默认 当机时间 写到这个文件 里边去 那咱们看一下 什么时候 写这个文件 假如说这文件中的内容 我要呢 缓存十秒钟 缓存时间 做一个变量 缓存的时间 time 等于比如说 十秒钟 那我缓存多少秒 那你就看一下 首先呢 缓存的文件 缓存的文件名 缓存的文件 咱们叫做 che.tst 是这个文件 这是往文件里边写内容的 然后还有从文件里边读内容的 你看一下 判断 先判断 如果文 先判断文件存不存在 file 如果文件 exists 如果文件存在 chefile 如果文件存在 呃 并且判断这个缓存时间到不到 到不到缓存时间 并且 呃 怎么判断这个缓存时间到没到 比如说 创呃文件上次修改的时间 修改时间 你用当前的时间修改时间肯定在十秒之前的 对吧 然后呢 你可以会与到当前时间和文件的修改时间 你看一下 用当前的时间 time 减去 对啊 用当前的时间减去这个缓存时间 cet cache 这个这是变量啊 这是缓存的时间 我写上注释 缓存 这是缓存的文件 你看啊 用当前的时间 减去这个缓存时间 如果 大于 这个文件的 呃 修改时间 那怎么判断这文件修改时间 file m time 哪个文件呢 che file 你看一下 你想象一下 比如说 呃 现在当前时间是 假如是这文件修改的上次修改时间是正好是90秒 这话 对吧 然后呢 你当前时间呢 已经到了 呃 到了95秒 因为你当前时间一直在走的 90秒95秒 用当前时间减去10秒的话 减去这缓存时间10秒的话 那肯定等于多少啊 等于85 85大于这文件的修改时间的90秒吗 那没大于 那没大于 没大于 那就怎么的 那就读取缓存文件呢 对不对 如果大于文件了 你看 如果的90就是现在的时间减去这缓存10秒时间 是 不大于90的 那证明还在缓存的时间内 如果大于90呢 你就怎么的 就缓存时间过了 你看 这条件 如果缓存文件存在 啊 或者这个文件时间 比如说小于这个吧 小于这个时间 那我就从文件中把内容读出来 读取 文件中内容 用get contnts 读取文件内容 哪文件的内容啊 ca chefile 从文件 从这里边 如果在 缓存的 是 我这写错了 缓存的 10秒内 就从 啊 缓存 文件中 获取 获取数据 的 否则 否则咱们就怎么办 重新向缓存里边 重新写数据 file 用put 就下边这个 你看啊 重新向缓存文件里边 当然这缓存变量 咱们都用这个缓存文件 好 你看一下 缓存10秒 然后这个 你看10秒之内 如果文件存在 或者是缓存时间 小于这个 也在缓存时间内 那我都直接从缓存文件读数据 如果时间超过了10秒 或者文件不存在的话 我都可以怎么的 直接写 好 放一下 你看 你看15点 10 2点50分01秒 我现在 一直 怎么刷新 你看10秒之内 都是这时间 你看 现在时间过了 重新生成缓存了 你看 是12秒了 你看22秒 他每次10秒10秒涨 我现在的一直刷新 你看一下 过10秒之后 你再看 32秒 你看 也就是我在刷新的过程中 一直读的文件的 10秒之内 都在这个 比如说 那假如说我这会改成5秒 缓存时间 那5秒钟之内 都会读文件中的内容 而5秒过后才会 更新这个文件 往里写内容 你看51 5秒 下一秒应该是多少 你看56 然后呢 你应该是51分钟了 你看51分钟 01秒 对吧 所以呢 咱们要巧用这些文件的时间 经常能做缓存的 或者什么呢 这些时间属性 不光是读出给我们看的 在成语里边 我们也要编写的用的 这个呢 只是说啊 只是咱们说明这个意思 就是文件的属性并不是给我们看的 就是不一定是给我们看的 通常也是给我们在成语里边用的 就比如说这个文件的修改时间 我们就可以做缓存 通用的时间判断 这文件多长时间没被更新了 就可以做到这一点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先就到这里 下节课呢 我们继续线下介绍 和文件目录相关的 以及和文件先操作相关的一些函数 好 这节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